首先是大家好 今天奔驰老师比较忙 所以他就不来做这个英文的教学节目 那么我在这里随便跟大家聊一聊 我想还是聊一下这个 大家最最关心的民生问题 房地产 因为这个是人嘛 就总不能坐在这个山洞里嘛 当然坐在窑洞里也是另当别论啊 都要住房子 这是一个非常切身的利益问题 所以最近呢 我也就是做了几个节目 谈到这个美国的房地产的情况啊 有朋友提出来就说 要我讲一讲这个 关于日本投资房地产的情况 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啊 我不是非常建议 大家到日本去炒房地产啊 你们对那个社会不了解啊 日本的房地产这么多年没什么涨 除非是你想住在那里 所有的这个搞房地产的人啊 我都要建议大家不要有投机心态 我赞成这个习近平主席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所以我是反对这些炒客啊 除非是你想到日本去居住啊 那你是要买房子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纯粹是想到日本去炒房地产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事实上呢 就是说好像是去年还是 应该就是去年吧 去年还是前年 我在中国的一位大陆的一位朋友啊 就准备到日本去投资房地产 我是全程赔了他们两个星期啊 那就是全赔 所以是 就是他们不是买那种民宅 不是买这个 这个一栋一栋楼的这样的房子 他们是想买这个办公楼啊 就是整个商业楼 一栋一栋的买 那么可能是赚了点钱的 投资那样的房子 当然最后搞了半天也没有搞成啊 这个日本投资房地产的情况 我不想跟大家多讲 因为我不鼓励大家去投资啊 另外就是讲到美国 我其实也是不鼓励大家 就是说来炒房地产 你首先是要把中国那种 炒房地产的这种概念要放弃掉 你不要来炒 我是说你给自己哪怕是 弄一个别墅也好 就是把自己的钱保值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 我是就比如说啊 早几天我的那个 我们这个B&B 我们这个家庭旅馆的第一位客人啊 这位是一位持有绿卡的 我们的中国的同胞啊 他到纳斯维加市了 就是来投资房地产的啊 就是想来买一点房地产 当时他就跟我提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提的非常的好 他说我要在这里买了 像你这样的房子干什么 这个问题他提的很好 我说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他说对我来说 我就是想做短周的生意 对吧 我就想把这个加成旅馆 对吧 用这个一个是挣点钱 一个是也多结交一些人 交点朋友对吧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真的是不宰富 买了这个房子 靠收点租金去赚钱 看了这位朋友呢 他是有点钱的 就像在中国啊 这个 有个什么电视剧怎么说的 就是租在风口也能飞啊 这是哪个电视剧讲的 就是说 你在那个发展的过程中间 这个大家跟着这个形势 大家都赚了点钱 就他是有点钱的这样的人 他不宰富 那么他确实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买了这个房地产 除了保值以外 除了自己用以外 我还想干什么 这一点其实真的很重要 就是这个目的性 你买房子的目的性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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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 那么我们偶尔就谈到了一些 在中国的一些现象啊 就是说 比如说我认识了一个人啊 他带我到那个湖南的连园 还是什么地方啊 那里有一个山上有一个 建了一个像这样老人院似的 一个叫什么什么山庄啊 事实上那就是一个叫做抱团养老的地方 这些老人家都跑那里去了 那就是大家就把那里当成了家 那个里面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的融洽 每天上午大家出来练功啊 下午也有什么活动 晚上有什么活动 一间房里面住两三个人啊 甚至还有桶铺的 就是说像住那个集体宿舍一样 它是就是那种共产主义的搞法啊 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利出利 有些人就是非常勤劳啊 在那里面自己种菜啊 什么身体都弄得很好 那么有钱人就把钱全部就捐出来 没钱人嘛 就是说出个饭钱 甚至就是据说还有 就是干脆没钱的 就赖在里面不走的 这样也有的啊 所以呢 就是说中国人是一个这样的群体社会 我们中国人跟这个西方人他不一样 这个西方人他是这种个体社会 个体的人 他要一个人在一起 你像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 我的那些朋友啊 住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 真的是鸟不拉屎的地方 一个人在那个森林老林里面盖了一个小屋就住在里面 你真的没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都见不到一个人 在这种地方 这是西欧人的这个传统跟他们的文化 而我们的文化不一样 中国人啊 这个中华民族啊 他爱热闹 他要在一起 所以这位客人啊 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这个家庭旅馆的这位客人 听了这个话以后 他突然就展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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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想法 他说哎 这个倒是挺好的 他说比如说我在这里 埋几栋这种小平楼 对不对 办一些这个报团养老的也挺好的 我不以盈利为目的 很多事情往往就这样 你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防赚钱 很多事情就这样 你以盈利为目的的 防就是赚不到钱 你就这样 就像我的一位这个很好的朋友吧 很好的朋友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这位朋友就是绝顶的聪明 他真的非常的聪明啊 他什么赚钱 他干什么 但是他最后到今天 他没有赚到钱 什么东西 就是就是有点像那个打井啊 打井弄水一样 每一个洞都打着 差不多要到水的时候 他放弃了 他说哎呀 没有水 我们另外找个地方 那个地方 一定是有水 他又打 他一直被子就在打洞 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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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没有一个洞 打出水来了 他跟我不一样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你看我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不赚钱的 这别人看来不赚钱的 但是我都赚到钱了 比如说 这个小提琴 谁会想到小提琴 可以赚钱呢 这个我们那个小时候的时候 就是我比如说我拿小提琴呢 我父母反对 当然我父母反对 是由于这个小提琴 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资产阶级的东西 怎么怎么样 服侍我们的青年一代 我们就要反对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其实我想 在那个心灵深处 我的父母也是想到 你拿小提琴以后 怎么挣钱养家 他们可能也有这个担心啊 他们就没有想到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对这个小提琴 如此的沉迷 如此的糟糜 以至我进入到 这个小提琴的生意以后 我把这个生意做得非常的好 我真的是怎么说 就是说 如何存清 做这个生意 做的就是如鱼得水 我在这个小提琴的生意里面 做得非常的好 做得很成功 这也就是为什么 后来中国那些 小提琴的大家门吧 就是都对我是另一样相待 就是丹尼就是做得不错 对不对 靠着小提琴这个发了财 当然是小财了 我们这个小提琴的这个财啊 跟你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开金矿的这些人 那不好比对不对 你说山西一个没老板来了 弄口汤的比我多 你不能那样去比 但是说跟小提琴的这些 圈子里的人说 那我确实是赚了点钱的 对不对 那你说我也真的没有别的本事 真的没有别的本事 那么小提琴这个生意砸了以后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活 你总不可能让我一个这么年纪的人 再去打分工对不对 当然了 再过两年我在罗伯有退休金 是恶不死的 但是这个人总是有自尊心 不想靠别人活着 想靠自己挣钱 我从小就喜欢做视频 真的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视频了 最开始一台摄像机有这么大 我就买了 买这么大一台摄像机 出去以后别人还以为我是电视台的 背到哪里 我就背到那大摄像机我在摄 但是由于那个时候 拍的东西没有出处 没有地方发表 所以你拍的是等于就给自己看 所以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是在玩摄像机的 一直到2002年2003年 我在这个南加州 美国的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 学电影 我才把整个这一套 这个拍摄剪辑 怎么上传的这种都学会了 那么我最后来就做这个油管 做YouTube这个视频 现在也做得很好了 庆祝庆祝庆祝 今天我们突破了 十万这个subscribe 十万订阅者 今天突破的 这个真的要祝福一下 今天我们突破了十万 重要的话讲三遍 而且我的收入 我不愿意在这里 这个透露 是相当的可观 相当的可观 我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就做这个视频 做这个油管 YouTube视频的收入 已经足够我生活了 那别人觉得很奇怪 你就做几个油管视频 你都能够生活 是的 就是由于我热爱他 我喜欢他 我喜欢干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就能做成 所以我把话回到 那个我那位客人 我总还是要给他 取个名字吧 取个名字 叫他什么呢 叫他 叫他Mary Mary 这个玛丽 叫玛丽的这位客人 因为这位玛丽客人 他就讲到了这个问题 他大概也是快五十多岁 六十岁的人了 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 他就说了 事实上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 我们最重要的是 欢度老年的问题了 就说欢度 这个余年 就说我们还剩下的这个几十年了 五十年四十年了 六十岁 再活一百岁 活得一百二十岁吧 就说对吧 那你还有六十年吧 那么如下的这个六十年 我们怎么活的问题 对吧 就是不要去把那个挣钱作为唯一的目的了 我觉得他谈了这个时候是真的很好 他到这里来没有很明确的目的 到拿斯维加上看看投资房地产 他真的提出问题 就是说 就是我问他的 我问他 你投了这个房地产 干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一定要非常的明确 很多人就说 哎呀 中国的房子不值钱了 我赶快卖掉 对了线以后 这个钱又贬值怎么办呢 我赶快把它换成美金 换成美金拿不出来怎么办呢 我要投这个投那个 我搞出来以后买房子 买了房子为了保值 你确实要考虑 你买了这个房子干什么 像这个玛丽 这位客人 你讲的 他这个想法 我就觉得非常的好 对吧 如果你能够在这里经营一些 属于这个家庭抱团养老的 俱乐部式的这样的东西 我倒是觉得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那个什么 比如说 你们看好某一个区 要几个有钱人吧 我是没这个能力 你们去要 要几个有钱人 把整个这条街都买下来 就找一个便宜街 找一条黑人街 就是一家一家买 以前他们就是这样住的 在拉斯维加斯 就是这些大财团 到了拉斯维加斯以后 他们住这个 转手生意的 他就是一家一家买 一家一家买 整个把这一条街 全部全部给你买掉 那有些黑人 他不愿意搬家 对不对 他说我就要住在这里 他有办法 他 这边是中国人 这边是中国人 两个喇叭对着 天天给你卡拉OK 天天给你唱歌 你那他也没办法 警察来了 我就把他关掉 警察走了 我又 然后就天天给你炒辣椒 辣椒斗司 什么东西 炒在里 呛在里不得了 那黑人他没办法 他只好搬走 然后一方面就是 一个胡萝卜 一个棒子 两边打 一个胡萝卜就跟你说 哎呀 你还是把这房子卖给我吧 那个我多给你 钱给你 然后你搬家的钱 我也给你出 怎么样 他总是还是要卖的 就把这一条街卖下来 当然现在炒房子的 这些中国人 我觉得就是不好 就是他完全是 纯粹是以赚钱为目的 买了以后 就是随便装修一下 然后就是翻倍 就想把它卖出去 这样的话 美国人当然不欢迎 中国人跑到这里买房子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 把这一条街 哪怕买个四桌五桌 一街一 慢慢来嘛 把这一街都变成一个 中华养老街这样的 一个小社团一样的 那也很有意思啊 对不对 那不是很有意思吗 那所谓的这些 到纳斯维加斯来玩的人 他不要说住酒店 不要说是去住一个星期 我来了 对吧 因为到美国来的 签证是三个月 我就打算去住三个月 对不对 然后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啊 孩子们 我们就体验一下 在美国的生活嘛 不是没有在美国住过吗 那我也算是在美国住了嘛 那我们就 整个一栋房子住下来 但是住下来 在一栋房子里 隔壁都是其他的老人家 都是从这个 也不一定是老人家 年轻也可以了 对不对 也就是中国 各地来的这些人 大家抱团 出去玩 去买菜 炒饭吃 晚上开party 中国人喜欢串门子嘛 对不对 这也不是在中国的家 这里也没有太多隐私嘛 今天你串我家里吃 我明天串你家里吃 这个倒也真的是一个办法 我说这个玛丽 这位客人 讲的这个 报团养老的 这个投资的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办法 说不定你还能够赚钱 说不定你还能发财 但你活得很开心嘛 而且你是短足 对不对 你来的客人好 今天好 你明天再来 我跟你约好 对吧 你不合适的客人 到明天你跟他说我满了 你住不到我这个地方了 那就很好嘛 对吧 那房子是你的嘛 你有发言权嘛 对不对 这只是 我只是提出了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 一个那个 再就是说 这个 他也提到 就是办教育 他说办教育 我们办这个 培训班 那什么东西 这也是一个办法 事实上 当然我跟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丹尼尔这个人呢 是一个大城市的人物 每个人的这个才能是不一样的 那毛泽东 是毛泽东的才能 对吧 毛泽东 他是那种 这个画红图的这种人 对不对 那周总理呢 他不是那种画红图的人 他就是一个大城 他就是一个 把一件一件事情 落实到具体实行的这样一个人 我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才 你上面有老板 比如现在 奔驰老师比我小一半 其实很多事情是他的主意 我在帮他做事情 我在协助他 你有什么主意 你有什么想法 我去帮你实现这个事情 这一点我是非常能干的 但是我没有那个 走全盘的这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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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 我讲穿了 我就是一个 一个 我不是那种领袖性的 我不是那种领袖性的人才 所以 他讲的这个 教育 我也是说的 这个一定要有老板 有老板的话 让我去把你做些事情 是可以的 比如说 你也是弄一个小社区 然后所有有能力的人 你说我是打太极拳的 我们就发通知 发给所有这个附近的 这些 这些 甚至整个的话 我们从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 会有中国的太极拳的班 书画的 有书画的 对不对 或者少林功夫 有少林功夫 随便嘛 中国的文化 我们中国的政府 不是花了很多钱 去盖那个孔子学院 想推广中国的文化吗 那我们就算是 他们的拉拉队嘛 也行嘛 我们这个 配合个祖国的 这个领导 配合个祖国的 这个政府啊 我们做一些 弘扬中国文化的 这个活动也好 就讲这个 炒中国菜的 这个班都可以吗 我们办一个中国菜的班 把这个 所有的这些老外啊 都请来 我们中国菜是这样做的啊 那也好嘛 对不对 什么都可以 其实 所以说 做这些事情 就是说 反是有谁 大老板 愿意到拉斯维加斯 来干点什么事情 就是说 再讲一遍 一定不论 纯粹的 以这个赚钱 与这个牟利为目的 还是要有公益性 还是要有这个 为人民服务的 这样的 思想在里面 同时的话 就是要有热情 对这个事情 要有兴趣 最最重要 你要想到 你这样做 会增加 你自己的人生的内容 你自己会很快活 你自己会有成就感 所以呢 我讲的这个投资的目的性 一定要很明确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到拉斯维加斯来投资 你们到美国来投资 你是投资 为了干什么 这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 就着今天这个机会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讲 也其实是 回答 网友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 哎呀 美国买房子 那个税很高啊 怎么这样 你买得起 你是这个 hold不起啊 哎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只能跟这些朋友说 你们对美国 没有最最基本的了解 哪怕了最最基本的了解都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 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中央管一切 中央的政策是怎么样 地方都要按照行 但是美国叫什么 美国叫美利坚合众国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它是一个联邦制 所谓联邦制呢 就是它是一个国家 但是每一个区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区 每一个州 它都有自己地方的法律 都有自己的 就是 讲传的就是很多国家 在一个大国里面 就这么个意思 就是美国是 你到了美国 你就到了全世界 你可以到美国的 你到了美国 你就可以到任何文化的圈子里去生活 你比如说 我喜欢犹太的 你就到犹太人 那个圈子里生活就可以了 我是韩国人 你就到韩国人圈子里 我是日本人 你就到日本圈子里 我是中国人 你就到中国人圈子里 都有自己的圈子 睡也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 叫Merry的这位客人 他到了这里来 他就去买化妆品 为什么呢 他说拉斯维加斯的税低一些 他说比我那只错位要低 那么同样的这个化妆品 那么在这里买 价格显然是一样的 但我在这里税低 那我就可以卖的便宜一点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就是说 其他的地方我不讲 我只讲一讲 拉斯维加斯的税的事情 为什么我会选到 做到拉斯维加斯来 就是他的税非常的低 首先是他没有所得税 没有收入税 就是你赚的钱都是你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赌场 这个赌场就支撑了 他的整个经济 包括高速道路 也没有费用的 什么都不要钱 他的物价非常的低 另外就是 他的房地产的税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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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的低 低的你都不敢相信 我值了 我买了这一栋房子 拿比喻 你就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其他就不要讲了 我这种房子的地是多大呢 是将近七千尺 七千尺因此的地 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亩地 也就是六百五十平方公尺 差不多吧 就是六百五十平米 这种地 就地有这么大 我前面有花园 后面有花园 那我们这个房子多大呢 我们这个房子是小小的 不大 只有一千多尺 好像是一千两百尺吧 一千两百尺的话 也就是一百来平吧 一百平方左右的 这样小房子 这房子不大 但是呢 就我这一栋房子 加这个地 整个加起来 我一年交给美国政府的税是多少呢 你猜一猜看是多少 我具体不记得 三百多 好像四百美金都不到 四百美金都不到 我再重复一遍 奔驰老师的那个房子 也就是我现在住的那个 那一边 比这个稍微大一点 房子比这个大一点 因为那边有这个 五间卧室 有两个卫生间 有两个厅 那边也一年不到五百美金的税 也就是说 我买了这个房子 对不对 我hold在这里 我放在这里 我没人住 我空在这里 我一年的负担 也只有几百美金 就这样子的 你在你中国算算 你在北京 上海深圳 或者是第22流 三流 就讲长沙吧 武汉吧 这种城市里面 你买一个楼 一百二十平方 或者一百四十平方的 一个小公寓 这个小套间 你的管理会 每个月叫多少 叫做物业管理费 你算一算吗 所以说 你一定要 不能说是美国贵 这个概念是错的 美国有贵的地方 那贵的地方 你不像区域那里吗 你要住在纽约中心 干什么呢 你找便宜的地方吗 找舒服的地方吗 拉斯维加斯 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他的税 非常的低 你基本上 不用担心 你说我这房子 买在这里 空在这里 没关系啊 没人住 没关系啊 我就到这里 做做视频了 我到奔驰 我跟奔驰老师 跑到这里 弄了草地 晒晒太阳了 也可以啊 就当个别墅啊 换一下心情也可以啊 为什么 我没有开支 对吧 我不需要担心那些税的那些问题 这个房子 买在这里 空在这里 对不对 他没有其他的费用 所以这也就是说 我跟朋友们说 你们到美国的投资房地上 一定不要盲目 还是一定要多来住一段时间 多了解一段时间 再下手 为了这个目的啊 这个周末 也今天是星期三了吧 今天星期三了 好像是啊 星期四星期五 也就是后天 后天我会跟我中国的一位朋友 也是像老兄一样 像个哥哥一样啊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啊 他的哥哥 以前是我的小弟前的老师 所以我跟这位 这个老兄啊 关系是很近的 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啊 那么 是我们长沙的老乡啊 那么我们去到洛杉矶 去见另外一位长沙老乡 也是我们一起长大的 而那位长沙老乡呢 他是在美国做房地产生意的 他是一个开发商 他以前做了很大 他就是买一整块地 然后把那个小区盖起来 然后把这个小区卖出去 他是一个做这样生意的人 做得很成功的 也是我们长沙人啊 是我们长沙人的骄傲 他英语非常的好 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 就是学英语的 他是英语本科 这个专业毕业的 才出国的 所以他做得非常成功啊 这样的话 我为了让大家更加全面的了解 美国的房地产的情况 我们决定周末 杀到洛杉矶去 去见我们这位朋友 然后我会带你们看一些 洛杉矶的房地产 有些会 那就比这个贵很多啊 我这个是15万到20万美金的 到洛杉矶就不是这个价了 对吧 那这个价你买不到房子在洛杉矶 对不对 那我们会看这个 比如说40万50万 甚至更多一点的 这样的房产 以及了解内里的地税啊 整个物业管理啊 这些方面的情况 给大家一些 房地产投资的一些参考 最后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说 在2010年 其实我跟了一位朋友啊 来考察过 我有一个电话借一下 对不起 hello yes yes how are you I'm doing well how are you I'm fine too thank you what's up that's wonderful see you soon actually I'm yes actually I'm doing a video now right right now it's okay it's okay see you ok 是奔驰老师啊 这个给我打电话 谢谢他啊 这个外国人讲话 有点像演戏一样啊 这个他们觉得 也挺享受的 我也像在当演员一样啊 那么在2010年 其实我跟了一位 这个中国的一个 其实他是美国人 他是美国公民啊 一位朋友就是说 考察了整个美国的房地产 真的 那就是我们是先到了洛杉矶 然后到了这个 整个洛杉矶看了看啊 然后他就到 那个纳斯维加斯来了啊 就考察了 这个房子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后我们又去了纽约 去了纽约西 然后我们又飞到了 欧兰多啊 经过了这个华盛顿 还有这个 瓜特曼 很多 瓜特曼 很多地方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房子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买呢 就是由于不知道买了干什么 当时真的是在 纳斯维加斯的房子 真的像白菜一样 就是个三五万美金 你就可以买一栋像这样的楼 像我这个是五万买的 对不对 当时的话五万块钱 你就可以买到 十年前嘛 五万块钱 不是十年前 八年前 十万块钱 就是八年前往五万块钱 你就可以买这样的房子 但是当时就是不知道 买了干什么 你买了干什么 买了以后谁管呢 是不是啊 没人管呢 当时我在日本住着 就有这个问题 确实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 就是说 大家还是要 本着一个头脑清晰 我买了房子干什么 还是要有一个计划 当然了 大家愿意到 纳斯维加斯来玩 住在我们这里 我可以提供一些这样的服务 再讲一遍 要收费 这个给你们一些参考的意见 是是是可以的 好 今天关于这个 到美国来投资房地产的 目的性的这个话题 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个节目 好 再见 拜拜 我只讲一下 这个拉斯维斯加 我只讲一下 拉斯维加斯的 税的 什么事情 anticipation 我只看不下去 你重新富费 urar斯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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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电瓶